一箭五星,中国民营火箭首次连续发射成功 12月6日中午12时12分 由星河动力航天公司研发的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 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升空 顺利将五颗商业卫星精确送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 此次发射任务 也是星河动力航天 即2020年11月7日 圆满完成古神星一号发射任务后的第二次发射 任务的圆满成功 也实现了国内民营火箭首次连续发射成功 和首次一件多星商业发射的新突破 该型火箭致力于为商业微小卫星 提供只有价廉的定制化发射服务 火箭的一、二、三级均采用固体发动机 四级为液体上面级 然而星河动力航天CEO刘百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要想实现商业火箭真正的产业化 需要解决的不是入轨 也不是轨道打多高的问题 而是要实现火箭连续 稳定的发射成功和低成本 大规模的批量制造 此外 在量产交付能力提升方面 步化产品技术状态 开展零部件批量投产 进一步规划建设火箭总装 集成卖动装配件 近日 作为制神星一号第一 二级主动力装置的50吨级苍穹叶阳美没有发动机 顺利完成总装工作 即将开展全系统地面热试车 该型可多次启动的变推力燃气发生器 循环液体火箭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的海平面额并推力50吨 最小工况海平面推力10吨 变推工作时满足助推级垂直下降和软着路回收要求 发动机具备多次重复使用和故障检测与隔离能力